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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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是雲呢拿豆 其實是雲呢拿的種子 裡面的雲呢拿豆 好像一個豆角一樣 要切開裡面的種子才有雲呢拿味 做法就是將它在中間湯開 然後將雲呢拿的種子刮出來 這些就是雲呢拿的種子 將它放進糖裡 當你試過用真的雲呢拿豆 你就會知道 其實一瓶瓶的雲呢拿的香味 其實味道真的差很遠 將雲呢拿放進糖漿裡 其實我們不要太大火 因為太大火 旁邊的糖就會焦 我們用一個中火 然後將橙皮放進去 煮一半小時至45分鐘 這個時候就將它調成最小的火 然後慢慢煮 煮到差不多了 你看到糖漿已經變成金黃色 然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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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呢 就會看到裡面的橙皮已經是 密煉了 即是它會是硬了 還有 少少有一個焦糖的顏色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可以將它夾起來 然後放在碟裡 那碟上面最好呢 就是剪一張牛油紙 因為它不會太容易黏著 因為它會不會太容易黏著 因為它會不會太容易黏著 那我們就一條 把它放出來 嗯 這個過程呢 就… 不要一次過撈起它 因為呢 它上面的糖漿呢 如果太厚太多的話呢 就會直接會影響 最多後製作出來它的甜度 可能會太甜 會太多糖的時候 但是放在碟上,糖太多,也會流不走 所以要小心把多餘的糖放走 接著我們就預備鋪面的朱古力 其實這些是70%的黑朱古力 用苦一點的黑朱古力是會比較好吃的 因為用糖水煮過的橙皮已經夠甜味 煮一煮熱水 然後把朱古力放在碟上,用保鮮紙包緊 然後塑膠水,弄溶 調一個小火,看著朱古力溶完就可以了 好,這麼快朱古力已經溶溶了 好,看到它變成了流質,就代表它已經可以了 這個橙皮 每條都點一半的朱古力 當然,如果你看到它太厚,你可以把它刮平 然後把它放在一張薄露紙上 點完朱古力之後,我們就把它放在室溫裡 令到糖的表面乾了 還有,令到朱古力重新凝固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之前呢,我們都可以 把少許砂糖灑在朱古力那裡 令到它更美 對,讓它更美 明明顯是永恆的